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葉體老師 很久沒有和大家分享 人生、讀書、工作、學習這一系列的成長影片了 那我內心也一直很矛盾 各位可以看到我前幾支影片都在 趁熱度一些做一些時事的內容 甚至用一些比較誇張的口氣在做效果 那我承認我也覺得很享受這樣的感覺 那我很矛盾的點是 我其實是喜歡分享一些生活成長 一些心靈方面的分享的 但是呢 點閱率太差了 簡單來說就是太小眾 太小眾會影響我的成就感 那我會覺得說 都沒什麼人要看 那我還要拍嗎 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 就有點這種想法 那其實看這支影片 我這支標題可能會下說 月薪十二萬是怎麼樣的生活 怎麼樣的想法 遇到挫折會怎樣 那其實呢 這集的內容 和大家分享我近期的近況了 那還有一些我近期看到 一些很有用的東西 我跟你們分享的東西 應該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我才分享給你 那首先 先來簡單的說一下我近況呢 那我大概今年二月份嘛 也就是過年後 換了一份工作 工作內容我就先暫時不講 那主要也是做工地現場的工作 那其實很輕鬆 那我一個月他開八萬給我 那八萬只是很低的薪水 因為現場其實一些很有經驗的 計時都開到九萬十萬去 那再加上我在外面的牌照 有四萬 一個月四萬 所以我現在一個月可以說是 一個月收入十二萬左右 那這是目前的近況 那待會我和大家分享說我在做什麼 首先呢 我要先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在前一個月 還是前兩個禮拜看到的一支成長影片 它的標題叫做 工作中要怎麼找到熱情 那我一開始就想說 這個主題好像是我很常和大家分享的 那誰不是呢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要往自己的興趣去找 然後什麼什麼 結果後來發現 不是 居然不是 它的內容大為震撼 它說服了我 那也確實不應該從興趣去下手 我想說 欸 怎麼會這樣 不是要找到興趣 要找到興趣嗎 它說居然不是 首先呢 給你們兩點例子 給你們去參考 那它這支影片也確實 解答了我很大的疑惑 第一個 很多人呢 可能覺得說有興趣的事 但是 當它跟前扯上關係 當它變成一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那個熱情就消失 興趣就覺得說興趣變工作啦 就覺得 幹嘛煩 我就會這樣 那它就覺得說 又曾經迷惘的狀態 那第二種人呢 就是我們之前探討過 我可以餵錢工作的人 欸 這個人就厲害 它居然不是做興趣 那它居然也可以餵錢工作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它這支影片其實推翻了 興趣跟熱情的相關性 那其實它就說 其實 興趣和熱情是幾乎是無關的 喔 這個 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 我也很震撼 那它說 基本上 你要做一份工作 在觀眾中找到熱情 你有 好像五點吧 但我好像只記得幾點 那這影片我現在也找不到啦 好像是一個叫做 智慧麵包的頻道分享 它說 在觀眾中找到熱情的關鍵因素 有第一個 影響力 你在工作越有影響力 你可能就在工作越有熱情 第二個是 對於這項技能的專精程度 也就是說呢 你在這份這個崗位上 你對這份崗位 越是熟悉 越是上手 你就對這份工作會越有熱情 第三個呢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你在工作中 與你的同事 與你的客戶 與你的長官 連結越緊密 這個連結越友好 越緊密 那你對這份工作就越有熱情 簡單來說就是 有人可以講幹話啦 長官很體諒你啦 你的客戶都很青睞你啦 這一類的東西 也會讓你的工作變得很有熱情 那剩下兩點 我好像有點忘記 但是我記得這三項 就足夠和你們分享 如果有興趣 你記得去找那個影片 那我覺得 哇 說得好像是真的耶 你要有影響力 技能的專精程度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那 確實 他都和興趣沒什麼關係 那 那個頻道的主持人又訪問說 那要怎麼達到呢 那 他就說 其實 你要增加影響力 增加人與人的連結 增加 你技能專精程度 其實別無他法只有一個 就是 在這個工作趕快上 待越久 你就越可能找到你的熱情 那 他就說 你 所以說 別無他法就是 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你對於一件事情 一直做下去 你可能就會找到你的熱情了 但是這代表說 我們要怎麼選擇一個工作呢 那主持人也說 你當然可以選擇你的興趣 但是 你不一定像 我們剛剛講的說 它並不是直接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找到最有興趣的那個 你可以找到一些 你的興趣就是比較廣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興趣 你覺得你好像可以試試看了 那你就去做吧 那在這樣的條件降低之下 你的選擇就會變了很多 當你選擇變了很多之後 你就不再會刁鑽說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最有興趣的 就是 你不會再想到說 找到你的天職去做 你其實不用找到天職 他認為說 這個世界上沒有天職 應該不是說沒有天職 應該說 你不用天職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熱情 只要 你符合剛剛說的條件 你在 人家說 戲弘下 站久 這個場子就是你的 有點類似 這樣台灣的 俗宴的道理 那你只要 找到一個 你稍微有一點興趣的工作 並且一直持之以恆的做 持之以恆的幹 學習 那你 你增加你的影響力 增加你的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客戶 長官同時 那 並且繼續打磨你的技能 那總有一天 你在這工作上 你就會覺得說 待得很舒適 你就會覺得說 這就找到你的熱情 你就會 所謂熱情 我自己是覺得說就是 你今天中熱頭 你隔天還會繼續想 想會繼續幹 那也確實這個 這件事情 有說服就是 它有符合到我的定義 定義 當你今天影響力上升 你的 你的同事 就是你的人與人的連結更緊密 你的 你的 技能很專業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會想繼續做這件事 好像會吧 對 那這就是我 上前幾個禮拜看到的 一個網路影片 我覺得 非常好 分享給你們 好 那接下來呢 今天呢 我要和你們分享的就是 其實我今天為什麼會錄這個影片 因為我在工作中很挫折 我先談一下我的工作在幹嘛 其實我這個月錄12萬的工作 一開始做起來很爽 就是覺得說 因為 其實 坦白講 沒做什麼事了 就是工作很少 工作很少 那 那我其實二月去的時候 我整個月都在 幾乎就是有點先熟悉一下這個工作的內容 但是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那 其實空閒的時間很多 那我別的同事更厲害 因為 我就看到他們好像 會選擇這份工作就是 本來就知道這份工作很閒很亮 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業 所以 我其他的同事都有在接案 就是 自己花一些外報案 所以 他們其實賺更多 我那些同事一個月可能賺17萬18萬 他們就是利用上班空閒時間在接案 然後我就 那 那換到我 我就想說 我好像沒什麼技能可以接案 我 我沒事的時候 我就是 玩玩手機 畫畫手機 玩玩電腦 那 我就在檢討我自己說 因為我那些同事年齡跟我也差不多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 人家可以接案 那我不行 那 我就檢討我自己的人生 其實我現在蠻後悔的 就是 一開始 去當公務人員 各位也知道 我一開始出來是去當公務人員嘛 那 後來又去了一些 很 比較 比較奇怪的公司嘛 然後就 就好像也沒學到什麼 我覺得我的人生 一直在走捷徑 一直以來有一位我認識的老闆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有點醍醐灌頂 他說 聰明的人 都喜歡走捷徑 那我就覺得說 看這個我們在說 因為 我從出來工作之後 我就一直想著 要怎麼 找到一份最輕鬆 薪水又最高 就 就是我心中 CEP值最高的工作 可是 我就一直找到了 公務人員就是一個 剛初社會來講 CEP值最高的工作 薪水高 前多次少 週休日準時加班 那時候一個月零 五萬億吧 那 可是那個時期呢 我的同班同學 一個月只領三萬八 月休只有四天 就是很累啊 現場又要 很 又要帶工人 弄到滿身灰頭土臉 整天加班 灌江日可能 到半夜一點都還在 我就 那時候就覺得 幹 我現在簡直是人間天堂啊 可是 三年五年過去了 我就覺得說 我什麼都沒學到 我同學 全部都可以變成很厲害的現場工程師 跟他講什麼專業的工程知識 他們都可以講得出來 那我呢 我講不出來 三年過去了 我還是一樣 那他們的薪水也有提升 能力也有提升 就是 我可能帶著走薪水 但我沒有帶走能力 我也沒有學到東西 那相對的 我現在那些同事 他們也是一開始從 敵心開始 慢慢紮實的訓練 那到現在 三年五年出來了 他 可能有些公司運氣好 也把 業主一些 有些客戶 看上他們的能力 他就離職之後 他就可以獨立接案 因為 畢竟一個人嘛 可能外面 就是給他的 他 他可以收以比較低廉的價格 去接到這些客戶 那 對他來說當然也是很賺 他們一個月 就是因為有了這些案子 因為多賺了五萬六萬 那 我就覺得說 哇靠 他一個月十八萬 我什麼都不會 就是因為我當初 都在享受貪圖 短視盡力 貪圖眼前的高薪 可是長遠下來 我什麼都沒學到 而人家 已經學成了 而且還可以接案 導致他們的薪水更高 那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 短期來講可能是高薪 但是長期來講 我輸了一部分的人生 我就在檢討這件事情 那 同時也警惕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不是跟你們講說 月收十二萬 好像什麼事都不用做 然後 就很損 可是 我就覺得說 我就看了剛才那件事 想了剛才那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 現在 我也二十九歲了 我 我的個性 我也不太想說 一輩子 領高薪 雖然薪水高是很爽沒錯 但是這真的是我追求的嘛 我真的想要這樣 領著高薪 但是高又沒有人家來的高 然後 不上不下的 能力又不怎麼樣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 下一份工作去找一個 低薪 但是可以學到東西 很紮實的工作 其實有些事情 當時在做猶豫 抉擇 什麼好 什麼壞 的 這些東西 不管你選了哪條路 你可能 也不確定另外一條路會怎樣 但是 一切事情會慢慢明朗 像這樣過了三年五年 我就明朗說 當初不去壞的工作 我當初不做另外一個選擇 會 會是 壞的嘛 那當初不做 當初做了哪個選擇 是 好壞 其實 時間久了 你這些都可以 拿出來 再來檢視 其實會心理有數 所以 其實也不用 很像人家說的說 你走了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 你就不知道 其實現在來看 當初的選擇 也沒那麼難選 但是就是 看未來 所以 這邊我 我奉勸給各位聰明的朋友們 聰明的學生們 一個建議 就是 我那個老闆 一個貴人老闆 給我的建議 就是 聰明的人很喜歡走捷徑 那這件事情 給你們 當作一個引以為見 那 其實 你要說我的近況 一個月十二萬 其實說起來 我頂多就是吃晚餐 不用看價錢 但是 我不知道一個月十二萬 我還是買不起房子 因為 我一個月十二萬 我假設一個月存 一個花四萬好了 我一個月存八萬 那我 我 一年才多少錢 我 我可能要工作三四年 才可以存得到房子的頭期款 那 我 甚至我現在一個月十二萬 我也不懂 一支iPhone五萬塊 怎麼會有來買的下去 幹 一個月薪水就沒了耶 怎麼會買的下去 iPhone一支四五萬 我 我真的 我是 我是安卓派的啊 我是果黑 現在一個月十二萬 我都覺得 不想買蘋果 為什麼 怎麼會那麼貴 對然後 所以我 我現在覺得 那 最後最後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 今天最後一個心得 就是 工作遇到挫折是什麼心情 那像我一個月十二萬 我很 在我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很常感受到 自卑罪惡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得不配位 就是我覺得我 一個月十二萬 但是我很多東西都不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位置做到我 很有罪惡感 就是覺得說 幹 人家送什麼給你生茶 你都看不懂 還要靠通知 我很常這樣覺得 所以我這邊會給各位一個心 給各位一個 一個分享 就是 嗯 當作自己在學習吧 就是 如果你在工作中 各位在工作中 遇到挫折 你可能什麼樣的挫折 就是 第一個是自我檢討 就是覺得 怎麼什麼都不會 怎麼好難 怎麼會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 變罵嘛 就是老闆說 你怎麼這個都不會做 我請你來這個 各位 請你 給這個我自己想的方法 給各位參考 就是 你讓自己 你要自己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 你不是來工作的 你是來學習的 學習為主 工作為主 所以 根據我過往的經驗 我要給各位一個心態建立 就是你要跟自己說 你不論開多少錢給我 老闆開多少錢給我 你如果這份工作 沒有辦法讓我 學到東西 好好學習 那我都不要來你這間公司 你一定要有這個想法 就 我現在想想 我曾經有一個老闆 就是 他開 也是開很高興趣給我 那個都也去了 就說我以前的人生 愛走捷徑嘛 短視經歷 那 後來覺得說 在那邊學習不好 我先說 不是 不是有學到就好 還要好好的學 就是 我那時候去那家公司 那間公司比較小 所以 我就 很多東西都是 不是一個很正式的學習 很多東西都是 歪起扭巴的 就是 就是 做一堆不是正確的事 我跟你講 剛出社會的人可能 要花一點時間 這種正確的事常常只有在大公司學得到 很多小公司 都是 偷金減兩 那些 那些叫你做的事都不正確 比如說叫你做假照片啊 叫你做一些 有的沒的啊 叫你 比如說像我祭司 他叫我去當一個工地 現場在做的事 就是 明明這個位置 該學的東西就不是那個 那他因為沒有人手 所以 叫你去做 像這個我也覺得很不ok 那 或者是叫你做一些錯的事 那更不ok 就是 你可能要去大公司才學得到一些 正確的事 那 關於 關於 這個方面呢 我就覺得說你要抱持著一個學習的現在你要 所以我先更建議各位去大公司 就是 不要去小公司 就是 小公司不太適合 剛出來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情況下 第一個 你容易被騙嘛 第二個 你就算沒有被騙 那老闆叫你做一些事情 第二個 你沒有成長性嘛 你學到一些錯的 你學到 學不到東西 已經夠糟糕了 你學到錯的東西 你更糟糕 所以 去大公司吧 就是 算心存沒有小公司開的 因為 就沒有小公司開的比較高 因為 小公司要 他需要廣納人才嘛 大公司有制度 你有履歷可以妒忌 那當然大家都去大公司 那 有些小公司開一些 薪水片 一些 薪水低的 那 更慘 你不僅沒學到東西才拿到低薪 那你真的是 陪了夫人又折兵這樣 那 所以說 你可能 要抱持著學習的心態 那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要想 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就是 各位記得以前 國中高中的時候 比如你學一個數學單元 叫做 三角函數好了 你上完這個單元 你學完這個單元 你覺得你自己是 百分之百會了 三角函數嗎 其實不是吧 就算再厲害的人 頂多七十趴八十趴嘛 那 你其實就考試來講 六十分你就合格了 所以 嚴格來講六十分你就合格 那 當然工作也是一樣這樣 老闆叫你交辦一個工作 你覺得你能完美的做好嗎 一定是除非是很簡單的工作 你才能完美做好 那 基本上 對你來講有 如果那種 你能百分之百完美做好的工作 你也學不到東西啦 你就是單純在輸出而已 你這家公司沒有輸入給你 你沒辦法得到成長 所以說 正常的工作 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 你一定是 可以被挑剔的 你一定是可能做到六七十分能過 那 可以檢討說 你可以再怎麼進步 這樣 這樣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工作 那 我當然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遇到挫折是怎樣的狀況 就是一份工作給你 你可能甚至點六十分都做不到 你可能 只能做到十分二十分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心生挫折 像我最近被指派看一份圖 那 我就都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我第一次看那個圖 因為 那個本來就不是給祭司看的圖 那個是給現場的圖 那 因為一些因素呢 他跑來我手上要看 那 我就很挫折 因為我第一次看 我的工作室要審查 但是 我都看不懂 那我就 我就只能問同事 那同事其實 我就覺得說 同事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的同事真的很厲害 他們靈心也比我高很多 那 他可以馬上開除 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那麼快的開除意見 我甚至連 這個圖 應該要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他們除了挑剔說 圖上應該 圖上的錯誤 之外 他還可以跟你說 這個圖少了什麼 少了什麼 我就覺得說 我做不到 我就覺得好挫折 那 我就心裡 馬上調適 又剛才這個方法就說 欸 你要想10%20% 也是學習嗎 你今天這個功課 這個功課 這個工作 滿分之100分 給你學 那你可能 學60分到80分 是你覺得一個正常人的狀態 100分對你來說太簡單 但是我今天只有10分20分 我就當作 建議一點學一點 那我這份圖 完全不會 那我就跟我同事學習 建議一點學一點 那 當然會很挫折啦 你就覺得說 怎麼一份圖 大家都看得懂 結果你看不懂 只有10分20分 那我就 我當然現在還是很難過這件事情 我就 雖然這件事很難過 還不會因為你的薪水高 而改善 反而會更嚴重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會有罪惡感 會覺得說 我領這種錢 可是拿一份圖說 我都看不懂 然後 同事也看不懂 那 我不會因此開心 因為我是覺得說 還沒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的人生不是在追求高薪 我是會追求說意義 因為 就拿我 如果假設我追求高薪 我現在就覺得 我每天上班就是去 下班 然後玩電腦 我不想這樣過一輩子 我會覺得 好無聊 那 那 就是我 還要上班 八、九十十在那邊 沒有什麼意義感 就是 我會覺得沒有熱情在這邊 所以 我 更何況 你拿的東西 我都看不懂 我並不會覺得很爽 就是有同事在照我啊 然後 我自己都不用看了 可是沒有沒有 我真的是 會覺得說 都看不懂 就覺得好挫折 所以 我現在再跟你分享 面對挫折的方法 如果有一樣的狀況的朋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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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 如果今天真的只有十分二十分的程度看得懂 那你就把那十分二十分學起來吧 你就當作自己是 就是 拿來學那十分二十分 那 可能 久了 你可能那份圖慢慢的慢慢的 你會看懂 也許我之後 會慢慢的看懂 那 嗯 就 我就覺得說 當然出來工作也不是人家就教你嘛 因為 人家那個圖也不是正確的嘛 那是一道考題 出來工作就是 你面對的不是教科書 你面對的是一道道的考題 你要從考題中去學習正確 那 當然就需要同事上司的幫忙 所以我才會建議說 你各位如果真的想學東西就是 要有一個 一人教 如果沒有人教 你又拿到一道道考題 那你可能 就會學到錯的東西 或者是學不到東西這樣 好啦 今天跟大家聊那麼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一些想法 有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希望今天 這集跟你們分享有幫助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方問我 一個月十萬 其實我之前玩股票賠了一百多萬 我現在出款也沒多少錢 所以 嗯 我個人很急啦 就是一份正常的工作 通常我覺得要三年差不多 那我現在採了兩個月 我採了兩個月 其實我有些事情不會做 理論上來說是 沒什麼好挫折的啊 那 其實可能我個人心態比較急一點 我會覺得說很挫折的 想要把很多事情都學好這樣 那給各位參考啦 有一些 我覺得耐心也是我要學習的 就是 我需要有耐心的把一些事情做 但是 我今天的問題就是 不是有耐心的問題 是我工作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做的事情都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不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都沒有在學習 我就覺得說 我可能之後要換一份 薪水比較低 但是比較紮實的工作 可能 不是為了錢啦 如果為了錢 我繼續做這份工作做到死就好了 就是覺得做我應該 人生要更應該 有一些專精的部分 像 我很討厭這樣的自己 就是覺得自己一事五成 然後 雖然錢很多 但是錢多並不會改變一事五成的感覺 就這樣 我是葉底老師 有什麼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